小流球海面上船来阵阵尖叫 优客一看居然是一艘雨伐 拖着独木舟 仿佛贪食蛇 在客的交通船 看到整串独木舟 疑似误闯航道 按喇叭警示 真的吓死人 因为两边距离超近 要是船长没发现 恐怕直接撞上 游客就在那边尖叫 太阜的调量寄老师 天哪 这样不会撞到啊 画面放大仔细看 竹筏用绳索串起 异常串的独木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艘独木舟 一共18名游客 闯航道进行水上活动 要是真的发生海上意外 不堪设想 也让游客怒轰 真的太扯 不是像在陆地当 随时可以刹车刹得住 一部小机一定会发生船难 在经过航道的时候 务必要求是无害快速通过 暑假是小琉球观光旺季 暑假首日登岛破万人 交通也出现乱象 警方进行岛上交通机查 为戴安全帽高达71件 无照驾驶逆向行驶等违规 八个小时取地一共80件 暑假游客涌入小琉球 不只海上交通被误闯航道 连路上交通也违规 让民众摇头 小琉球的观光品质 恐怕让人大口分 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